42岁的王女士结婚后,一直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,没想到婆婆却和大姑姐合伙欺负她。 王女士天天生活在烦恼中,可是丈夫在外面工作,根本不了解家里的这些鸡毛蒜皮的矛盾,也帮不了她。 还好,王女士的公公非常体谅她的不义。 那天当婆婆和大姑姐又合伙欺负她的时候,公公却拿出了三万块钱,悄悄地赛给了她说, 而媳妇,你太苦了,补偿你的吧。 来自王女士的讲述,我今年42岁,我是远嫁而来的,我的娘家在几百公里之外的一个小镇上,我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。 以前我和丈夫是在沿海城市打工认识的,当时工厂里组织了一次联谊晚会,我们见面之后彼此印象不错,经过一番了解,我们就走在了一起。 我跟着丈夫来到了他的家乡,丈夫的老家是在平原上的一个村子里,她还有一个姐姐,她的父母在家里开了一个手工作房。 他们卤制各种熟食,逢集的时候拿到集市上卖,有时候公公用三轮车拉着去县城买。 公公婆婆给我们盖起了一座二层楼房,村子里的年轻人结婚的时候,家里都给盖的这种楼房。 那些年轻的邻居们,他们都是单门赌户地过日子,很少有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。 丈夫很孝敬,她说,公公婆婆只有她这一个儿子,大姑姐已经嫁到了外村,她不让公公婆婆住老房子了,让他们住在一楼,我们住二楼。 我欣然同意,我见过公公婆婆的老房子,那是三间草房子,里面黑咕隆咚的,墙上布满了蜘蛛网。 他们在院子南边盖了两间厨房,里面倒是收拾得很干净,专门在里面做卤制品的。 我也不忍心让老人住在这样的环境里,我就邀请公公婆婆和我们同住,没想到以后却给我带来了深深的烦恼。 结婚不久,丈夫又继续外出打工了,当时我已经怀了身孕,不方便继续出门打工了。 平时,我就在家里帮着公公婆婆洗洗那些猪肉,或者帮他们用木头烧灶火煮肉。 不久,我也能独立在骑士上摆个摊卖熟食了。 每到下午收了摊之后,我就把卖的钱全部交给婆婆,婆婆在我们家一直是她拿着钱的。 公公花钱的时候,问婆婆单独在要钱,我平时的花销就靠丈夫往回给我寄钱。 婆婆从来不给我一分钱,大姑姐家就住在邻村,离我们这里不远。 她经常回娘家,每次走的时候,都要带上大块的熟肉。 而平时,我们都很少吃这些卤制品,得留着卖钱的。 那年夏天,妹妹给我打电话说她考上大学了,让我回去喝喜酒,吃生学宴。 可是我的儿子上小,才几个月,我不能出门,我就想给妹妹转去一千块钱。 但是我手里只有三百,怎么办呢? 那些日子丈夫还没有发工资,她告诉我先找婆婆借上七百吧。 我对婆婆说,妈,我妹妹考上大学了,我想给她一千块钱当学费,我手里只有三百,你借给我七百吧。 当时大姑姐也在,她一听我找婆婆借钱,就对我怒目而视。 婆婆瞅了我一眼,没想到婆婆竟然说,我哪有七百块钱呢? 这些日子熟肉的价格降下来了,根本赚不到钱。 公公一看婆婆不借钱,在一边急得直搓手。 她刚想说什么,婆婆狠狠地瞪了她一眼,她又把花咽回去了。 婆婆没有借给我钱,我只觉得喉咙里发梗,眼泪差一点就掉下来了。 我知道婆婆手里有钱,她是故意不借给我。 婆婆平时只要一听我给娘家钱,她就来气,我转身走出厨房的时候。 我听见公公小声对婆婆说,儿媳妇要七百块钱,你干嘛不给呀? 昨天我不是去县城卖猪肉,才给了你八百吗? 婆婆说,你小点声,你喊什么喊? 而媳妇是要钱给她娘家,我才不借给她呢,休息从我这里借走一分钱。 大姑姐也说,妈,你就是不能把钱借给我弟媳妇,他还有个弟弟,以后花钱的事多着呢? 妈,你可得把家里的钱看紧点,不能让弟媳妇给哄去了。 我只好找邻居借了七百块钱,这才错够了呢,一千块钱借给了娘家。 我远嫁到这里,没有什么朋友,只有几个要好的邻居。 平时我就去找邻居们玩玩,从邻居们的直言片语中,我知道了婆婆这个人不简单。 她在村里一辈子都很强势,好多邻居都对她敬而远之。 我了解到婆婆这种强悍的性格后,我尽尽量避免和她发生任何冲突,我知道如果和她吵起来,那简直是拿鸡蛋碰石头。 再说,她毕竟是我的婆婆,是长辈,都是一家人,我尽量将就着她。 好在公公对我很关心,她经常帮我抱着孩子,让我歇一歇,她去赶紧回来的时候,也会给我们买上几斤水果吃。 到农忙季节的时候,我就成了家里的主劳力。 丈夫在外打工,回不来,公公要赶紧卖熟肉,按说婆婆应该帮着我一起干地里的农活。 但是她说年纪大了,身体不好,让我自己干活。 可是我亲眼看到,婆婆曾经在大姑姐家像壮劳力一样帮他们干活。 那天大姑姐来了,我就想让她帮我去地里割小麦,家里种了五六亩麦子,我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。 我想雇收割机,可是婆婆说太费钱,我一个人什么时候才能割完啊? 我天天累得腰酸背痛,公公也对大姑姐说,帮帮你弟媳妇吧。 她这几天累坏了,我也没有时间去割麦子。 最近县城里卖熟肉卖得特别快,我得趁着这个时候多挣点钱。 我就拿着镰刀出门了,大姑姐走在后面。 我走到大门口的时候,我却听见婆婆小声对大姑姐说,你可别使劲干活呀,别犯那个啥。 你去到割两笼麦子就赶紧回来,让你弟媳妇一个人在那里干就事。 到了麦地里,果真大姑姐割了两笼麦子,她就装作非常劳累的样子说, 哎呀,我的腰不好,这一弯腰割麦子呀,就像要断了一般,我得回家休息。 我什么都没有说,看着大姑姐离去的背影,我的心头一片凄凉。 这个大姑姐自从我嫁过来,生怕她自己吃亏了,临走总是连吃带拿。 现在让她帮忙干点活就偷懒,婆婆心疼女儿,却不心疼我。 婆婆的血压有些高,那些日子说头晕,医生说需要住院调理一下。 婆婆住院的日子可把我累坏了,她一会儿安排我去打水,一会儿让我买饭,还让我给她按摩全身。 可是大姑姐在边上,就抱着手机在那里看电视剧,婆婆不舍得支持她。 晚上的时候我想回家陪着孩子,公公虽然疼爱孩子,但是晚上孩子不肯让别人搂着睡呀。 大姑姐的孩子大了,她完全可以不用回家,可是她却说,你是媳妇啊,晚上就在这里陪着咱妈,我得回家。 妈妈,我在这里累了一天,我得回去睡个好觉,休息一下。 婆婆也赶紧说,闺女儿,你回去吧,你不用挂念我,你弟媳妇就能把我照顾得好好的。 我只有苦笑了,晚上我就打地铺躺在婆婆的病床前,她一刻也不让我消停,一会儿说腿麻,一会儿说胳膊痛,我得随时给她揉揉,放松一下。 娘家,终于等到婆婆出院了,她住院的日子,我受了六气津津。 那年要过中秋节的时候,丈夫的工厂里没有放假,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回娘家了,我就想带着孩子回娘家看看,我手里钱不多,我想找婆婆借两千回娘家,可是婆婆却不让我走。 她说,你我没钱借给你,你回娘家干嘛呀,你回一趟娘家来回就得花好几千块钱。 再说,你回娘家还不得给亲戚们挨着买礼物呀,得花多少钱呢? 我儿子挣钱可不容易,你可不能浪费他的钱。 大姑姐也在一边帮腔说,你是远嫁过来的,你就得入乡随俗。 八月十五都在婆家过,哪有回娘家的呀? 这一点你可得拎清,既然你嫁进了我们家,就得遵守我们家的规矩。 我一听,马上反驳说,姐,你逢年过年过节的时候,不也是经常在这里吃饭吗? 你能回娘家,我就不能回娘家吗? 我远嫁怎么了?正因为我远嫁好,好几年没有回去了,所以这个中秋节,我一定得回去看看。 婆婆一看我竟然敢和大姑姐顶嘴。 她当时又哭又闹说,这个家我做不了主了,而媳妇反了天了。 我嫌你在路上受累,不让你回娘家,你竟然怪罪我们。 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,我这个婆婆以后还怎么当啊? 我就站在边上冷笑,看着婆婆和大姑姐,一唱一鹤地在表演。 这些年她们娘俩一直在合伙欺负我,我真的受够了。 我回娘家怎么了?还不应该吗? 我马上打电话给了丈夫,说我想回娘家的事。 丈夫也很支持,不过她说她的身上只有一千块钱了,只能转给我五百。 剩下的五百她还得留着当生活费的。 丈夫一个月的工资是六千块钱,我们省吃俭用每月都要存上四千块钱。 我们打算在镇上的社区里买套房子,因为我实在不愿意和婆婆住在一起了。 我们在镇上单独买套楼房,大约得花二十来万,我们已经存了十几万了。 那十几万块钱,我们一直存在银行里,存的是定期,平时也不取。 我只有五百块钱,怎么回娘家? 路费都不够。 我和丈夫打电话的时候,婆婆和大姑姐都听到了。 大姑姐嘲笑我说,弟媳妇,不让你回去吧,你就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就行了。 你看你拿着五百块钱坐车,只能坐到半路就得被人家赶下车吧。 那样多狼狈呀,你还不如安安稳稳地在家里过中秋节呢。 婆婆也说,你不要浪费我儿子的血汗钱,我儿子辛辛苦苦挣钱可不容易。 你觉得拿着五百块钱够了,你就回去吧。 觉得不够就不回去,正好省钱了。 我一筹莫展,五百块钱顶什么用啊? 我好几年不回去了,我得给家里人多买点礼物吧。 再说又是过中秋节,我得买几斤月饼,再给父母买件衣服,即使不去姑家一家串门,这也得少花不少钱。 我心情低落,眼泪咕噜咕噜地掉下来,我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呀? 我成天吃大姑姐和婆婆的气,我口里不吃肚里挪地攒钱买房子。 可是到了逢年过节的时候,我却没有钱回娘家,我丈夫又在远方打工,也帮不上我。 我越想越委屈,肩膀一怂怂地哭出了声。 婆婆和大姑姐看我哭了,他们不但不同情我,反而嫌弃地说我哭什么哭晦气。 马上就过节了,谁家不欢天喜地的呀? 你就知道抹眼泪,别人还以为我们怎么欺负你了呢? 这一说我哭得更厉害了,我只得走出大门口,来到了我们家后边的那片田野里。 这里有我家的一块地,我辛辛苦苦种的庄稼。 玉米已经成熟了,玉米棒子又粗又大,我种的黄豆也都颗粒饱满,快要成熟了。 庄护人就是喜欢看自己亲手栽种的庄稼,望着这些马上要丰收的庄稼。 我的心情才略微好了一点,我给自己鼓劲,困难是暂时的。 丈夫在外打工,好好挣钱,我在家里好好种地卖粮食,等我们去镇上的社区里买上楼房,就再也不受这份窝囊气了。 我蹲下身子拔豆地里的杂草,每到这个时候,豆子里就会长一种长长的杂草,要是不清楚掉,会影响豆子的产量。 当我正蹲着拔草的时候,忽然听见有人喊我。 我抬头一看,是公公过来了,公公说,你别在这里受累拔草了,平时在这个家里,农活都是你干的,等我抽空过来清理一下就行了。 我说,爸,你每天赶急卖卤肉也很累,我有功夫我就干了,你不用担心。 公公从兜里掏出了一张银行卡,她对我说,儿媳妇,你拿着这张卡吧,里面有三万块钱。 这些年,你妈从来不给我一分的零花钱,我只能每天出去卖猪肉的时候,悄悄扣下一点私放钱,才攒下了这三万块钱。 我知道你和我们住在一起,受了太多委屈,尤其是你大姑姐,经常回来和你母亲添油家做的指责你,我也很生气,但是我拿它们没有办法呀。 我支持你们去镇上买房子,本来这三万块钱我打算等你们买房子的时候,悄悄给你们添上买房子的。 可是,我知道你现在想回娘家,却没有钱,我就先拿出这些钱来给你舅舅其吧。 你是远家的,很不容易。 在这个家里,我也帮不上你多少忙,平时你没少吃你妈和你大姑姐的气,我很心疼啊。 你拿着这些钱回娘家,去到那里以后,给你家里人买点礼物,再给你父母留下点钱。 你不能在他们面前尽笑,就得给他们点钱。 拿着公共给我的这张银行卡,我的眼泪哗哗而下,这几年所受的委屈,还有对家人的思念,都化作了眼泪纷纷而下。 我感激地对公共说,爸,谢谢你,在这个家里,你让我感到很温暖。 现在我先拿着你这三万块钱,以后我会好好孝敬你的。 公共安慰我说,儿媳妇,你不用愁,以后我还会悄悄攒点钱帮你们的。 我拿着公共给我的这三万块钱去了娘家。 当然,我没有舍得多花钱,我只给父母和弟弟妹妹买了一点礼物,又给父母留下了两千块钱,表达我的孝心。 回来的时候,我特意给公共买了我们当地产的羊绒背心,还有她喜欢喝得上好的二斤茶叶。 我想了想,又给婆婆买上了几斤当地的特产桂花糕。 虽然婆婆平时对我我不怎么样,但是她毕竟是我丈夫的母亲,是我孩子的奶奶。 我看在公共的面子上,我也得这样对待她呀。 从娘家回来后不久,我们的终于存够了去镇上买房子的钱,我们把家搬到了镇上。 我这才过上了清静而又幸福的日子,婆婆和大姑姐再也无法干涉我的生活。 公共有时候想孩子了,就来家里,我就炒上四个菜,让公共喝上一杯小酒解决法。 我有时候也请婆婆来这里坐坐,我带她去镇上的服装店里买件衣服,婆婆年纪越来越大了,对我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厉害了。 丈夫夸我孝顺,她说以前我妈对你不好,你为什么不去计较? 我笑笑不想解释什么,曾经的那些恩恩怨怨,我选择了遗忘。 如果一个人一直记得那些不愉快的事,太累了。 在我的心里,我早已把公共当作了自己的亲生父亲,她给了我无言的父爱,给了我依靠,我永远感恩。 家和万事兴,一大家子和和睦睦多好啊。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,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,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,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,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